读美国热点话题解当前最新动态 这里是读解美国头条 我是小小 总统拜登周四发布行政命令 对四名被控在约旦河西岸 对巴勒斯坦人发动暴力袭击的以色列人 实施金融和签证制裁 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表态 部分原因是为了争取阿拉伯裔选民支持 他们对拜登支持以色列的态度感到愤怒 这项行政命令也表明 在总统大选临近之际 拜登政府对以色列内塔尼亚湖政府愈发不满 两名官员透露 白宫一度考虑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和财政部长列入制裁名单 但最终决定将他们排除在外 重点放在直接发动袭击的人身上 联邦检察官周四表示 中央情报局前程序员舒尔特被判40年经济 罪名是实施了CIA 历史上最大规模 也是最具破坏性的机密材料泄露事件之一 向公众披露秘密黑客工具 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威廉姆斯表示 舒尔特被判了自己的国家 给国家安全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 南卡罗来纳州参议院周四通过一项法案 将允许任何合法拥有枪支的人 在公共场合携带武器 同时还将提供免费的枪支培训 提供培训的举措 说服了少数不允许公开携枪的共和党议员 结束了为期两周的辩论 传统的进枪区 比如医院、学校和州议会大厦等 将继续维持现行政策 在此之前已经有27个州 允许在没有任何许可的情况下公开携枪 在脸书即将迎来成立20周年之际 其母公司Maila首次派发股息 而借助假日记广告销售的强劲势头 该公司同时公布的营收和利润超出预期 收盘后 Maila股价飙升于14% 推动该公司股票市场估值上升至超过1400亿美元 此外 该公司还宣布进行5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 佛罗里达州一架小型飞机 周四坠入清水式的一个移动房屋公园 造成数人死亡 当地消防队长埃勒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消防员在晚上7点15分左右赶到坠机现场 他稍后还公布飞机和移动房屋内都有人死亡 但是他并未提供确切的死亡人数 目前也不清楚坠落的飞机上有多少人 联邦航空管理局的一位发言人表示 该飞机在飞行员报告发动机故障后坠落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读解美国头条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